那現在比較麻煩的是 如果不是國家的立法行為 當然考試不太容易直接出國家的事法行為侵害人民的基本權利 不太會因為它有消極性的特性 它不主動出擊 如果真的它在遇到的話 其實包括在行政法層次 國家行政行為會不會侵害到人民的基本權利呢 當然就是屬於比較常見的一個狀況 所以如果問誰限制的呢 我們可以先大致上分呢 是來自於國家行為的限制 跟來自於國家行為以外其他外立的一個限制 那考試上呢主要是考第三人 那國家行為的限制呢 立法行為呢是會走23條的解題架構呢 這個問題不是太大 你是很熟悉的 那除此之外其他的國家行為呢 到底遇到基本權問題的時候呢 我們會走什麼解題架構呢 就會出現一些困難 那我們說過司法行為呢 我們可以先把它拉掉 因為它比較特別 而且你不會搞混啊 那我們到談相關的地方的時候呢 我們自然而然會遇到 遇到問題的時候 我們會再進一步跟你做交代 不過基本的想法都是一樣的 那比較困難的是在國家的行政行為上 那在行政行為上呢 比較困難的原因是因為呢 我們行政法上呢 允許行政呢 行政權呢在履行國家任務的時候呢 它可以選擇用公權利行為 來履建那個行政任務 也可以選擇用吃經濟行為 來履建 國家任務 這個在行政法 應該有初步念過 應該沒有什麼太大問題吧 也就是說它可以選用公法形式的行為 來履建行政任務 它也有可能選擇用司法形式的行政行為 來履建行政任務 只要它認為哪一種方式 會對於行政任務履建更有效率 更好的話呢 它是有這個選擇的權利的 那請問一下 如果是國家選用公權利行為 來履建行政任務的話 它要不要收到基本權的直接拘束 或者我們可以講的更廣一點 它要不要收到公法原則的直接拘束 這是一定要的 我想你不會有疑問 那現在問題產生在 如果國家選擇用司經濟行為 來履建國家任務的時候 它要不要收到公法原則的直接拘束 我們等一下講公法原則 或者講基本權利 其實我再講同一個東西 就是公法原則跟基本權利的直接拘束 但我們為了省時間 我們就隨便挑一個講 那我當講任何一個的時候 都包括另外一個 因為原理是相同的 那國家選擇用司機行為履建國家任務的時候 要不要收到公法原則的直接拘束 要不要 這時候產生爭論 那產生爭論最大的原因是因為 對於國家選擇用司機行為履建國家任務的時候 他們對國家是立於什麼樣的地位來履建 在看法上有一些些出路 有人認為這個時候國家是立於財產權主體的地位來履建行政任務的 所以它地位無異於是一般的私人 那如果當國家是立於這個地位 是立於私人地位來履建行政任務 那我們當然就把它當作私人來看待 這是一派的看法 那另外一派的看法是 雖然國家選擇以司機行為來履建行政任務 但它性質上就是一個國家 它不會因此搖身一變變成一個私人 所以我們當然就把它當作國家來看待 那於履宿在這兩種不同的看法之下 你就會走兩個不同的一個解題的架構 如果把它當作國家主體來看待 你就是把它等同於跟國家公權力行為 一樣的一個看法 那當然就會受到公法原則的一個資金履宿 就不會產生任何的問題 那如果你把它等同於私人的話 那它就是跟私人同樣看待 那就會回到我們在講第三人的時候 我們到底怎麼處理基本權拘束的問題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第三人我們是怎麼處理的 請問當第三人的行為的行事 侵害到另外一個人基本權利的時候 另外一個人可不可以主張基本權利來對抗第三人的侵害 可不可以 在早年的時候呢 有一種無事用說的主張 那早年這個無事用說的主張 當然是源自於基本權利論發展的最源頭 那個時候是認為說 基本權是針對國家的侵害所設計的 那時候沒有想到第三人也會侵害人民的基本權利 所以有所謂基本權的針對國家性的這個科興的說法 所以那個時候產生了無事用說的一個主張 這一說現在已經沒有人才了 那沒有人才當然是因為大家都已經體會到 原來第三或者認識到第三人也是會侵害到人民的基本權利的 所以他當然也得要收到基本權的拘束 所以無事用說或無拘束說呢 現在沒有人才了 那現在比較麻煩的是呢 如果會拘束是產生什麼樣子的拘束效力 可以嗎 那這邊有個重要的觀念請你一定要先記得 你們要認真聽喔 這些東西是你們書上看不到的 而我也不覺得國內學者有誰講得很清楚 所以你們看書大概也都看不是會太重 所以你要注意聽 記得一個基本的概念 私人跟私人間的行為 原則上我們就是適用施法自治的概念 其實就是憲法15條財產權保障的制度性保障內涵 那治療保障內涵裡面一個重要的概念就是施法自治嘛 那施法自治包括所謂氣味自由原則等等的 總而言之呢在施法自治我們就適用一些你們熟悉的施法原則 所以這是第三人跟第三人間的行為 所以我們就是用施法自治的概念來規範他們兩個之間的行為 這是一個基本的想法 沒有問題吧 沒有喔 那沒有以後 可是我們卻肯認 我們現在肯認 基本權跟基本 就是人民之間的相互行為呢 是有可能會侵害到基本權利的 所以我們要讓這些行為呢 可以受到基本權的拘束 那要如何拘束 他們都是站在施法自治的原則上去拘束 聽得懂嗎 那就是用一個公法上的原則 去修正施法上原則的適用 可不可以理解 那現在出的問題是在於怎麼修正 那怎麼修正的情況下呢 就產生了所謂的間接修正的主張 跟所謂直接修正的主張 但我們國內比較習慣稱它叫做間接試用說 或直接試用說 那有人說間接效力說跟直接效力說 那至於什麼叫做間接的修正 什麼叫做直接的修正呢 我們等一下會詳細跟你做說明 我們先把這整個東西呢 都處理完了以後呢 我們再來做細部的論述 但你先接受有間接修正跟直接修正的一個區別 這樣可以理解嗎 但這兩種我比較習慣稱它要修正 原因是因為講間接試用講直接試用的 會讓你忘記了 事實上這個時候的基本權呢 是在修正司法原則的使用 它並不是那個基本權直接就用在 就是直接就用在 應該講就是它並不是推翻整個司法自治的原則 而只有公法上的原則存在 不是這個樣子 它是用公法原則去修正 人民跟人民之間本來應該要適用的司法原則 好比說在司法自治的世界裡面 沒有什麼比例原則的問題 我們不會討論平等原則 但一旦是限制到 一旦是第三人的行為去限制到 另外一個人的基本權力的時候 這時候比例原則或平等原則 可能會被帶進來修正所謂司法自治的原則 所以你的契約自由可能就變得不那麼的自由 這樣了解我的意思嗎 可以吼 這是在第三人侵害基本權的情況下 我們是這樣子來論述的 那我們回到我剛剛講的 當國家選擇了實經濟行為 去履建行政任務的時候 限制到了人民的基本權力 人民這個時候可以拿基本權力來限制 或來對抗國家所謂的實經濟行為 那如果你把這時候國家所謂的實經濟行為 等同於國家為公權力行為來看待的話 問他還有沒有司法自治使用的成績 我好像太快了 我剛剛肉講了一個 所以當國家為公權力行為的時候 我說他會收到公法原則的直接敘述 我壓根都沒有提到司法原則的概念 那為什麼那時候沒有提到 我說不用提啊 因為他就是國家為公權力行為啊 那為什麼 你會能夠有司法自治或司法原理原則的使用 原因是因為來自什麼 是因為你可以主張 憲法15條財產權的保障嗎 那是來自於財產權的制度性保障內涵所形成的 那請問一下國家為公權力行為的時候 他可不可以是一個基本權主體 我們在講第三篇基本權總論的時候 我們討論過基本權主體的問題吧 我們是不是問過公法人原則上是不可以為基本權主體的 記得這件事情嗎 所以當國家為公權力行為的時候 他不可以是基本權主體 他自然不可以主張憲法書條財產權的保障 既然不可以主張憲法書條財產權的保障 就不會有司法原理原則適用的可能性 所以這個時候基本權是直接去拘束國家為公權力行為 所以公法原則是直接拘束他不是修正的 但是如果當國家為司機行為的時候 我說會產生兩派見解嗎 如果你把它完全等同於是國家為公權力行為 那當然他也不適用司法原則 那當然就直接就受到公法原則 然後基本權的一個拘束 可是當國家為 當你是另外一派看法的時候 就是你把它完全等同於私人來看待的時候 那就會是剛剛講第三人這種狀況 那這個時候公法原則就會去修正司法原則的適用 因為你完全等同於第三人嘛 所以他直接他本來應該適用的原則是司法的原理原則 但因為他侵害到了基本權力 所以會受到基本權力的修正室友 會變成是這樣子的看法 我們現在 應該不會有學說會主張完完全全把國家為司機行為 不管是什麼司機行為完完全全等同於私人 這個學說目前大概是不存在 現在比較常見的是另外兩種 學說的主張一個叫做所謂的行政司法理論 行政司法理論呢 這是據說的 據我們比如說德學者會來轉述說 這是目前德國的通說 但我不懂德文 我又不確定他是不是真的目前德國的通說 但我們姑且性知 那他的意思就是說呢 司機行為裡面呢 我們學說上習慣再分類成三種 之類型 就是所謂的司法形式的幾部行政行為 或者我們直接簡稱他叫做行政司法行為 然後所謂的行政營利跟行政輔助行為 我不用詳細講他的內容吧 你們行政法念過了 知道什麼是行政司法 什麼是行政營利行政輔助吧 那這樣分的 就是這種叫做所謂的行政司法理論主張 那分之上的類型主要是要告訴你一件事情就是 當國家為行政司法行為的時候呢 那還是屬於國家在直接履證 直接履證行政任務 那這個行政任務主要指的是幾部行政任務的一個類型 那畢竟是國家是直接在履證嘛 所以我們就會認為呢 你要把它當作像是國家圍攻權利行為的情況來做看待 所以它還是一種國家主體的地位 既然它還是一種國家主體的地位 它必然就應該要收到基本權或公法原則的直接拘束 那相對而言呢 如果是行政營利行政輔助行為的話呢 他說這個時候國家就不是立於一個高權主體的地位 或者國家不是立於一個國家主體的地位呢 來履見行政任務 它這時候是立於財產權主體的地位呢 來履見行政任務 那這時候我們就會把國家當作吃了一樣來看待 這樣可以理解嗎 那當作吃了一樣來看待的話呢 就會變成說它原則上是適用施法原則 但如果侵害到基本權利的時候呢 有可能會受到基本權的修正適用 會變成是這樣子的看法